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夜话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介绍的是Update语句 Update中文是修改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修改表中的数据 那好,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 演示之前呢,我们得要学习一下Update语句的语法 Update,TableLam,就是修改表名 Set就是说你要改哪些呢 改表的哪个列等于什么值,哪个列又等于什么值 好,它可以一次性修改多个列 最后用分号结尾 那么就以我们上次的Test表为例 这里面已经有三条数据 接下来我怎么修改呢 你可以选择SQL+,也可以选择PRCQ Update,Test,记住直接给表名 Set,Lam等于,记住字符串 用单引号 Oracle,好的,逗号 H等于数字的话就什么都不用 30,好,分号 按照这个语法的话,就是修改表Test 设置它的列等于Oracle 年龄等于什么呢 30,好,我们来执行一下 哦,但是它弹出一个对话框 它说你确定要更新所有记录吗 假设我们点击,是,那看一下 哇哦,这下所有的名字都变成了Oracle 所有的A级都变成了30 哇哦,那也就是说我这个Update语句 修改表,设置列等于Oracle和A级 实际上是修改了表中的所有数据 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我们有时候修改 不是有时候,是大多数时候修改数据 永远只会修改其中的某一行 或者是某两行的列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限定呢 这就是Update的语法 除了Update表名Set某某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语句叫做Where Where后面跟的就是条件 好,接下来继续修改 把值变一下 加上分号之前,H等于40之后 跟上一个Where Where什么呢?ID等于3 好,Where之后是条件 列ID的值等于3 也就是我只会修改ID等于3的这条记录 修改它这条记录列名是 Lam的值是Org11 A级是40 OK,接下来再查询一遍 好,到这里为止 我就修改了 成功的修改了 ID为3的这一行 记录的这样一个 Lam值和A级的值 Adjust还是没有变 好的,这个就是Update语句的语法 Update TableLam Set列1等于什么 列2等于什么 当然,我也可以只修改一个列 可以只修改一个列 没有问题的 如果我要修改多个列的值 用逗号隔开 修改一个列呢 那就不用逗号 反正只写一个列的值就完了 好,然后就是Where语句跟条件 请大家特别注意 我们在正式的开发过程中 没有Where的修改是非常危险的一种举动 因为那会导致我们对全表的数据进行修改 非常危险 好的,这个就是Update语句的语法 同学们都掌握了吗 我们下次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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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